散户最怕两件事 第一怕主力洗盘 自己被洗出来 一卖就涨 第二就怕主力出货 一买就跌 很多散户分不清楚 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 导致卖飞 或者接了飞刀 其实识破主力是洗盘 还是出货 只需要这五招就够了 大家好 我是专录 首次观看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赞加关注 持续学技术 识破主力是洗盘 还是出货的五个方法 第一看放量还是缩量 第二看股价的位置 第三看分时图走势 第四看蜡烛和筹码的分布 第五看技术指标的机构参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重点 那就是成交量 大家都知道成交量的放量和缩量 对于我们判断 洗盘还是出货 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图中的这个位置 股价经过小幅下跌 成交量明显的萎缩 这样的情况一定是散户的卖出行为 因为散户的筹码都是少量的 所以在相对的一个位置 一般在股价上升一段时间之后 主力通过各种的消息和一些手段 让散户将筹码交出来 然后呢 在相对低位收集到散户的筹码 而反过来说呢 一旦在相对的高位看到放量下跌 因为只有庄家想要出货 主力想要出货 才会有很多的量出来 才会供大于求 你想要多少 他就会有多少 所以成交量才会出现放大 所以我们第一个标准就是 洗盘一定是缩量 而放量的一定是出货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 那就是股价的相对位置 一般来说 一个主力或者庄家机构 要想把股票拉到一定的高位 然后获利出货 最基础的标准 大家不要忘了 主力经过各种运作 它是有综合成本的 那么综合成本 至少股价从低位 要上涨至少50%以上 它才可能卡过到它的成本 所以如果当我们发现 股价缩量洗盘 只是在上涨达到30%左右的位置 大概率就是洗盘事件 而一旦股价上升达到60%之后 在相对的高位出现放量滞涨 而且我们发现这里的位置 已经达到了超过一倍 这种位置大概率是出货的情况 除非是另外一个主力机构进场 吸筹 否则大概率我们发现 位置相对较高 应该是出货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条件 分时图的走势 关于分时图走势 一般来说呢 在洗盘的时候 主力一定会利用各种的时下的一个新闻和热点 包括这支股票的利多和利空 那么进行制造呢 盘内的一个上窜下跳的走势 比如找盘冲高 然后立即下来 然后再上去 再下来 但实际当天的最终跌幅并不是很大 但让很多人很害怕 这样的上窜下跳 一般是起盘 而反过来看呢 而出货的分时走势 一般来说呢 整体跌幅和振幅都并不小 但是呢 给一种感觉是缓慢的下跌 缓慢的下跌 这种分时图走势 有利于主力慢慢平稳的出货 在高位把筹码出货 换手到散户手里 这是第三点 我们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呢 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 主力在进行洗盘的时候 一般呢 它的蜡烛形态 多为横向整理的蜡烛 而且呢 它的筹码的分布和移动 一般来说呢 会保持在大量的筹码 还处在低位 例如图中这个位置 骨架已经涨到图中 这个方框的位置 进行震荡的横向整理 但是呢 大量的筹码还显示 处在低位 这个时候主力肯定没走 因为大量的筹码成本 都是在相对低位的 说明主力还没有出来 而反过来呢 如果我们看出货的时候 股价涨到非常高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的大部分蜡烛 很多蜡烛都具有长上影线 或者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 高开低走 不管是像这种乌云盖顶 还是这种射击之星 等等等等 这些蜡烛多以冲高回落的情况发生 代表其实买方力量已经不足 多为一些后知后觉的 比较激进的最高的散户 而且我们发现呢 低位的筹码虽然还有 但是已经不再是最多的了 例如图中所示位置 筹码在低位虽然还有很多 但已经不是最多的位置 而最多的筹码显示在相对高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低位的筹码 已经被换手卖给了高位进场的散户 那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低位还有一些筹码呢 只有两个原因 因为现在的位置呢 是最高点附近 主力有一些筹码还没有完全出掉 后面在下跌和反弹的过程中会继续出货 所以由于主力筹码较多 出货是需要时间 需要配合 需要计划的 另外在下方的这些筹码 还有一部分非常厉害的散户高手 还没有卖出 因为散户在卖出的时候 比庄家和主力更占优势 因为他的股票筹码比较少 随时可以卖掉 而主力不同 主力要想卖掉 他的筹码必须分批次 制造好一个好的环境 并且配合图表 以及各种条件 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一部分出货 例如在相对的高位边涨边出货 在后面的开始下跌阶段 边跌边反弹再出货 这就是第四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五点 技术指标的机构参数 由于我们常用的技术指标 很多人在用 而主力机构为了达到洗盘 骗线的目的 经常会根据常规默认参数的技术指标 例如MACD KDJ RSI OBV等 进行一个骗线 也就是说呢 在明显的上升过程中 通过一个回调洗盘 让默认参数的传统指标 出现一个卖点 例如死差卖点 但实际上呢 它依然是持有着筹码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这些常用的技术指标的机构参数 那么当你把默认参数 改为机构参数的时候 当股票回调洗盘的时候 这些指标根本没有出现卖点 而是显示继续持股 这就是第五点 技术指标的机构参数 和默认参数的对比 很多散户习惯性使用软件上的默认参数 而不知道每一个指标 所对应的机构参数设置 那么我们呢 会在这个礼拜 从周三的晚上到周四的晚上 周五的晚上 以及周六下午 一共呢 有五节的机构参数 操盘大揭秘的系列课程 如果你想参加这套系列的免费网上公开课程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 查看我的联系方式 关注转发 加点赞 下期精彩 继续看